其实这个最新的地图 不仅仅是iPhone 5才有 因为我们知道 昨天开始 使用之前一些版本的 这个苹果的设备 都已经可以升级到 最新的这个操作系统了 也就是在iOS 6 那么这个操作系统 就会自带一个地图 会取代原来的这个Google地图 那么很多人都在 之前都在说 这个地图到底会怎么样 对啊 因为这是它苹果自己研发的 那么包括一些交通的 一些实时的资讯 有整合进去里面 那么这个是跟Tom Tom 我们知道这个GPS供应商的合作的 但是呢我昨天下载完之后 用一下确实真的不太好用 是都是Google Map好一点 Google Map 因为它做的时间真的比较长 经验比较多 有些地名啊路名啊 标的不是很清楚 甚至都标错了 好多地名都不见了 陈仲说的完全没错的 因为日本也都试过用 有记者下载了之后 那么搜查一下 这个东京雨田国际机场 这个这么出名 Google一定有 肯定应该有 怎么知道呢 出来的名字就不是叫东京 雨田国际机场 出了大黄祭祀 是什么来的呢 拔了头 那么另外呢 就是叶门的旅游地点 就是新宿 那么去到新宿 是否搜查这个地点呢 就是呢 显示的道路是一片荒谬的 好像去了郊野一样 完全错了 另外明古屋车站 也是很出名的 完全在这个地图里面失踪 那么所以呢 这个地图呢 还要研究一下了 那么iPhone 5的朋友要留意了 究竟呢 你用Google Map 还是用苹果的地图呢 不过信号你还可以再回去 在网页上面来用你的Google Map 好 好 好